芯片行业要变天了 英特尔CEO帕特基辛格在最近的一份声明中正式宣布 英特尔将彻底剥离其芯片代工部门 让其成为一家独一子公司 引入外部的融资 英特尔这次算是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在5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英特尔始终兼职IDM模式 也就是设计、制造、封测各个环节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实现产业内的垂直整合 与这相对应的则是英伟达、AMD、高通等公司选择的Fibless模式 也就是只掌握设计环节 其余的制造、封测全部外包给台积电、三星等专业的芯片制造商 现在英特尔放弃自己坚持了50多年的IDM模式 这时在壮实断饭还是在自毁长城的 英特尔的这一举动又会给全球芯片市场带来怎样的震动 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事实上英特尔剥离芯片制造业务 在业内已经是早有预料的一些事了 在今年前两个季度 英特尔一直都面临巨额的亏损 今年二季度各是巨亏了16亿美元 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元凶 就是英特尔的芯片制造部门 单单二季度 他们就创造了28亿美元的巨额亏损 以至于完全掩盖了英特尔在数据中心 和人工智能等部门的业绩增长 在财报公布之后 英特尔的股价应声暴跌超过30% 今年以来 英特尔的股价已经跌了56% 直接腰斩 如此惨淡的局面 以至于英特尔在8月初宣布 将进行一次超过1.5万人的大规模裁员 对于英特尔将放弃半个世纪的坚持 剥离自己芯片代工业务的各种猜测 在最近几个月也是盛销成上 如今算是终于落实了 然而 英特尔的芯片代工部门 落得今天这个下场 也实在让人唏嘘 因为英特尔的芯片制造厂 曾经是英特尔最大的骄傲 最大的一张之一 在巅峰时期 英特尔一度凭借其更先进的芯片制成工艺 占据了CPU市场85%以上的市场份额 近乎于实现了垄断 在2014年 英特尔还曾经以自家芯片制造厂 14纳米先进工艺制成为荣 拿着它跟台积电的16纳米 20纳米制成工艺相比较 宣称自己在芯片制造领域 远远临线于竞争对手 那时的英特尔骄傲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完全不接受外部的芯片代工业务 哪怕开价再高 哪怕是用在跟英特尔业务 完全不重叠的手机芯片上都不行 当时的英特尔认为 芯片制造部门是其技术优势 最重要的一部分 而如今的英特尔 却是芯片制造部门为最大的累赘 那么 是什么导致在短短时间时间里 英特尔对自家芯片制造部门的态度 发生了如此剧烈的转变呢 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 还是英特尔 或者说是美国芯片制造业的 日趋拉垮 其实 从2014年英特尔夸口自家的14纳米工艺 世界领先之后 英特尔的芯片制造业务就每况愈下了 靠着CPU市场的垄断地位一路挤牙膏 芯片制成几年如一日 10纳米++++永无止境 被用户系称为牙膏厂 而等到台积电7纳米 5纳米 甚至3纳米制成工艺不断推进 一步步实现反超 英特尔才开始慌了 2021年 英特尔换了一个新西优上台 又转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开始激进推动芯片制成的发展 要在4年时间里 推进5个制成节点的进步 走完台积电将近10年的发展道路 但此时的美国芯片制造业 早已不复当年之用 英特尔每年花在芯片制造项目上的资金 超过了250亿美元 但英特尔拔苗助长般的激进政策 带来的结果却是 13代和14代高端CPU出现了严重的质量万低 在今年5月份 有评测博主指出 英特尔最近两代的高端CPU制造工艺 存在缺陷 负责抑制芯片内部洋化的涂层 没有涂装到位 导致在某些高压环境下 系统会直接崩溃 蓝屏 甚至造成CPU不可逆的损伤 消息一出 不仅英特尔的股价 应声暴跌超过10% 更是让全球玩家都对英特尔的芯片产品 失去了信心 英特尔产品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英特尔如今在芯片代工领域 最大的对手台积电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还是英特尔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 早在战中谋刚刚构想芯片代工业务的时候 就曾邀请过英特尔一通入股 但英特尔却傲慢地认为 只有美国才是芯片制造业的高地 只有美国或者说英特尔自己 才能造出最先进制程的芯片 早在1995年 张仲谋就曾经尝试过在美国造芯片 当时他们在美国华盛顿州 建立了一家芯片制造厂 但没过几年就亏了个点掉 以至于张仲谋后来回忆起来 都称当时的那段经历为噩梦 这段经历 直接促成了张仲谋后来把台积电 主基地放在了台湾省 而不是美国的决定 甚至在美国的威逼利诱 让台积电赴美建设这件事上 张仲谋也曾多次表示过不满 而事实证明 无论张仲谋的人品如何 在芯片制造领域 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态度级人物 张仲谋的判断确实很准确 台积电在东亚地区 用了五年时间就完成了对英特尔的反超 而同样的五年时间 放到美国 则是花了数百亿美元 却连一块芯片都没造出来 无论英特尔或者美国政府是否承认 美国都已经不再是所谓的 半导体制造业高地了 在建设成本 生产成本 以及劳动力素质的各个方面 美国不仅谈不上领先 甚至还全是劣势 如今就连英特尔都顶不住 美国芯片制造的巨额亏损了 不得不剥离自家的芯片代工部门 但这对美国政府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英特尔无疑是最能代表 美国芯片制造业的公司 也是目前美国本土 唯一能够制造7纳米以下 先进制成芯片的公司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还穿其为美国冠军半导体公司 拜登政府提出的芯片法案 削减通胀法案 都对英特尔进行了政策倾斜 英特尔拿到了最大份额的补贴 总计超过了85亿美元 而现在 英特尔要剥离自己的芯片制造厂 不过这样的事情 在美国其实是有先例的 英特尔在CPU和显卡领域 最大的竞争对手AMD 早在2008年就干过这个事了 当时的AMD因为产品力不佳 连续7个季度亏损 财务压力巨大 于是不得不做出一个 违背祖宗的决定 将自家的芯片代工厂 拆分成一家独立的子公司 要知道 AMD的创始人 曾经公开说过一句话 真男人就应该拥有芯片制造厂 结果转眼AMD 就把自家的芯片制造厂 彻底卖出去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后来上任的AMD首席执行官 是被广大用户 亲切地称为苏妈的华语女性 苏兹峰 确实不是真男人 倒是把这个问题给圆了回来了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被AMD拆分出去的 这家芯片代工厂 后来被改名为格罗芳德 因为无力参与越来越贵的 先进制程研发 在2018年就宣布 彻底搁置7nm以下 先进制程芯片的研发 彻底白烂 专注于14nm以上的 成熟制程芯片代工 然而这种选择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放弃先进制程的格罗芳德 彻底失去了后续智能手机升级 以及AI芯片崛起时代的机遇 市场份额不断缩减 在今年的第二季度 格罗芳德的市场份额 仅剩5% 甚至还不如被美国重重封锁 不断制裁的中芯国际 而格罗芳德的遭遇 其实就是美国制造业变化的一个缩影 原材料 人工成本 营商环境等种种因素 让美国制造业成本不断上涨 而高管的薪酬业绩 又与股价高度相关 导致上市公司 投入到股票回购中的资金 比投入到生产研发中的资金还要多 成本上涨 投入减少 带来的结果就是 产品质量下滑 出现各种质量问题 这些质量问题被曝光出来以后 产品卖不出去 公司不断亏损 业绩不好 股价暴跌 这时候高管往往会采取 玻璃亏损严重的重资产工厂 生产部门等手段 打造所谓的轻质残型公司 抬升自家的股价 而被玻璃出来的这些工厂 运气好的能像格罗芳德一样 靠吃老本活下去 运气不好的就直接倒闭 在这方面 最典型的例子 机身制造厂 成立了士碧瑞公司 成立之后的士碧瑞 依然为波音生产 飞机机身的重要零部件 但不用再遵循 波音的各种规章制度 工程师文化 在资本化的运营模式下 士碧瑞公司 大招各种来路不明的 生产线工人 采购各种不合格的设备 降低质检标准 来结设成本 带来的后果就是 波音在最近几年 接连不断地发生各种事故 甚至还出现了 飞行过程中 吊舱门的严重事故 而在后续FAA 对波音和士碧瑞的调查中 各种抽象的行为 才被揭露出来 士碧瑞的工人 居然直接用肥皂水 当做安装过程中的润滑剂 完事之后 拿湿巾简单擦拭一下 就当清洁了 更离谱的是 士碧瑞的机械师 居然用酒店的房卡 来检测机舱的密封信 也不知道那么厚的酒店房卡 能检测出来什么结果 并且 这种堪称抽象的 生产线管理问题 层出不穷 以至于在FAA 对士碧瑞公司的抽查中 13个项目 居然有7个项目 都是不合格的 合格率还不到一半 在各种丑闻 以及销量大降之后 真金板印的损失 终于让波音肉疼了 在今年7月 波音兜兜转转一圈 又宣布将会回购士碧瑞公司 以加强自己的生产线管理 也不知道 波音的这番折腾 浪费了20年 闹出了各种事故 股价订单双双下降 到底是为了什么 而现在 英特尔的一方操作 与当年的AMD 以及波音和其相似 同样是面临亏损和股价压力 同样是玻璃自家的制造业工厂 这家所谓的独立子公司 真的能够像英特尔说的那样 将会迎来更大的发展吗 芯片制成每前进一步 所需要的投资成本 都是在成本增长的 在引入社会资本之后 你认为他们会加大 对芯片制造工厂的投入 还是想方设法的 削减生产成本 营造出一份更好看的报表 来忽悠约大头接盘呢 格罗芳德和施比瑞的例子 已经生动地说明了 只要美国制造业这种 向股市负责 而不是向产品和市场负责的格局 一日不改 所谓的玻璃工厂 最后往往只会落得一地鸡毛 除开上面所说的这些先例 对于刚刚独立的 英特尔芯片制造部门来说 最近的坏消息实在有点多 在发布会上 英特尔CEO基辛格 还同步宣布了几个坏消息 英特尔此前承诺在德国 波兰等地新建芯片制造厂 现在这些计划将被搁置 并且英特尔还在考虑 从马来西亚 撤出现有的芯片封测业务 这不仅意味着 芯片制造部门 从母公司英特尔 获得的支持将大幅减少 并且放弃欧洲 东南亚全面收缩回美国 只会让芯片的制造成本 变得更高 此外 虽然几经延期 但台积电和三星 在美国新建的芯片工厂 目前人计划在 2025年底之前实现投产 届时 英特尔的芯片厂 就不再是美国 唯一能够生产 先进制成芯片的工厂了 跟美国政府和企业 讨价还价的底气 又低了一层 而随着中美贸易战 科技上的深入 美国对中国的芯片技术封锁 越发显得无力了 前有华为Mate60 一举突破7纳米制成工艺 后有长江全主推出的 一次新的X-Tekin 4.0技术 这标志着中国芯片制造能力 正在迅速地追赶上先进水平 英特尔芯片制造部门 需要面对的对手 不再只是台积电一家了 最后 以色列最近在黎巴嫩用BB机 对讲机的民用电子设备 进行恐怖袭击 注定会对整个西方电子工业 造成恶劣的影响 现在的市场损失 更是难以估计 再加上英特尔 目前就吸烂的产品口碑 英特尔的芯片代工业务 能在国际市场上 接到多少个订单 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有趣的是 英特尔宣布玻璃芯片代工厂之后 他们的股价 硬生上涨了超过5% 也不知道 这算不算是美国人自己 都不看好美国的新品制造业呢 好了 我是熊猫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